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个台湾话题啊 这些年来啊 中共为了统赚的需要 每次在这个两会上呢 都会有台湾籍的代表 好多呢 我也记不住 特别是有几年啊 两岸关系还比较亲密的时候 那些人跟走马灯一样 我也记不住 也没有出现太恶心的人 但是这几年呢 出了一个台湾女孩 就是那个50多岁的台湾女孩 那个确实是把我恶心到家了 今年啊 除了那个台湾女孩之外呢 现在还有一个台湾籍的两会代表 而且呢 他讲的这个话啊 也是舔过无下线 这个台湾籍的全国人的代表呢 叫个蔡培徽 他在两会期间啊 媒体采访他的时候呢 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啊 事实上很多港澳台青年啊 都希望到大陆参军 以锻炼自己保家卫国 他认为呢 大陆应该重视这样的想法 让这些自愿者呢 能在解放军部队接收训练 以磨练坚强意志 提高对祖国的认同感 未来对国家建设 对社会发展均大有益处 他的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台湾有很多青年 愿意到大陆报名参加解放军 大陆应该接收他们 这个话让我听了以后呢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那么他能不能代表台湾的民众呢 台湾是不是有这样的群体呢 一定要参加解放军 这个呢 我倒是没听说过 我们只是见过这个政客过来填老共 有这个艺人过来填老共 对不对 那么这个啊 都能理解 特别是这种艺人嘛 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有些人想一想的 还能想通 但是你说年轻人完全被敌价值观 到大陆来参加解放军 他这个说法呀 我觉得还是有点雷人呀 本来呢 台湾好像就是全民服兵役吧 那么他说这段话 跟这个年轻人在台湾服兵役 有没有冲突呢 假如说一个年轻人啊 他如果不放弃他的台湾籍 他在台湾已经服过兵役了 那么他可不可以到大陆去参加解放军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吧 对不对 另外翻过来 那么这个台湾青年呢 在大陆参加过解放军 回了台湾以后是不是不用服兵役 这个问题都是很现实的 除非说这个人他愿意放弃台湾籍 直接加入大陆国籍 或者是不用加入大陆籍 你大陆本来就说台湾是一个省嘛 对不对 人家以台湾省的一个居民来参加解放军 解放军同不同意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手续 就是他那个假设啊 我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 这个蔡培徽肯定是个舔共的 本来中国的人大代表呢 那就是共产党安排的 就是这番话呢 你作为一个大陆的人大代表 那么你说都无所谓 老百姓也知道 那个人大代表嘛 就是白样子的 他想说什么呢 也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他们代表的呢 是党的利益 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但是你是一个台湾人呀 虽然共产党给你了一个台湾地区 人大代表的称号 但是你是台湾人呀 台湾人有没有让你代表他们 有没有让你代表人家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讲这个话 台湾人民能不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蔡培徽啊 那确实是个台积安 确实是舔老共呢 可能也得到了好处了 所以舔共无下见 他说这个话啊 就是糟蹋这些台湾年轻人 我呀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 肯到大陆去参加解放军 然后呢返回来武统台湾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 或者是有多少这样的人 可能会有极少数的吧 对不对 但是像他说的很多 那么这个我是不赞同的 另外他不想一下 如果说解放军肯让台湾方面的年轻人过去参军 那么他不害怕中了台湾方面的反奸计吗 台湾直接派过去一批特务 打到了解放军内部 这个不危险吗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建议呀 是不是这个蔡培徽呢 大奸四中 表面上看着呢 是舔中共的 实际呢 是给共产党挖坑了 就是让共产党呀 借机招一批台湾人呀 到这个解放军内部 充当台湾的间谍 所以这个事呢 我听的是比较荒唐的 但是这个事啊 说出来以后 对台湾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 很多台湾人呢 就不愿意对这个提出的质疑 那么你想这个话 让谁听了都不舒服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问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长 邱国际 说是这个蔡培徽啊 在中共两会发表的这个 台湾人愿意从军的这个事情 说你怎么看 然后这个邱国际说的 听了这个话 很多年轻人都傻眼了 我听了这个话呢 也傻眼了 同时呢 他也提醒国防部的同仁呢 不要被这种言论蛊惑了 不要因为人家的片面之词 就动摇了 国军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所以他这个表态呢 还是比较强硬的 还有人问这个国防部长 说呀 美国亚太司令戴维森说的 中共可能在六年内供打台湾 国防部怎么应对 然后这个邱国际说的 我们的防备呢 是一小时计算的 不要说六年 未来六小时 我们都要防范 不会因为其他国家说什么 我们就调整改变基本的战略 邱国阵强调呢 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 你要打多久 我们奉陪多久 这个话确实讲得很运气 就是说呀 不要说我们会防你六年的 就是六小时 我们也会防病 而且呢 你想打多久 我们就奉陪多久 你随时开打 我们随时开枪 他就有这个意思 当然邱国阵这个讲话呢 岛内呢 也有一些亲共的人呢 不以为然 他说是邱国阵讲这个话呀 是自己给自己壮胆的 所以美军讲这个话呢 就是散布一种中国威胁论 然后呢 让台湾呢 使劲买美国的武器 而且他们还说呀 这个解放军的建立啊 不是台军可以比的 解放军打台湾呢 也就是那一个小时的事情 台湾呢 最多抵挡半个小时 然后后面就是小剑投降 这个投降落呀 说的也是挺彻底的 而且他们引述啊 以前美国一个战略专家的话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是把它转述一下 他们说美国有战略专家说 假如说共军犯台 美国要延迟台湾呢 需要17天的准备时间 就是说美国讲这个话呢 就是托词 因为17天 那个共军早就把台湾占完了 对不对 按照他们讲那个话 共军灭台呀 就是分分钟钟的事 但是你美军说呢 我要支援你呢 需要17天 这是一个托词 因为美军在琉球的这个军事基地啊 实际持援台湾呢 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 就是从这个共军基地嘛 直接开战机过来 一个小时之内就赶到了 那他为什么说17天呢 那他就是不想真心帮你们 就是打这个中国威胁论这条盘 让你台湾呢 多埋他的武器 所以岛内这个投降派呢 我看啊 也不是一个两个 甚至现在台湾的媒体啊 确实也有很多亲共的 所以啊 鉴于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要保将这个台湾不被武力侵犯的 台湾啊 在保卫自己领土方面 还是要有一个思想统一 这个可不是别的事情 你别的事情 我们可以讲究一些言论自由 可以发表多方意见 但是在国家领土方面 是不能有半点松懈 那么你一旦领土都没了 你还叫什么国家呢 你到哪去承载你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呢 所以有关领土问题 我觉得台湾人民啊 还是要上下一条线 要把那些台阶的企业呢 也得打击打击嘛 不能散布这种蛊惑人心的话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问题啊 这个国防部长 还是应该给他点个赞 他讲的这个话 倒是讲出了台湾的决心吧 就是你只要开打 打多久 我们都奉陪到底 这个话还是质地有身的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